第四世集 渐渐的马队驶入进攻主道 这主道上马车急急拥拥 排了好长的队伍 不过所有的马车 在见到精灵公子的马车之后 全部退在两侧 恭敬的候着他先行 因此他们的马车可以说是通行无阻 不一会儿便出现在进攻中 在一旁稍后的马车上 十三公主正伸出头去 跟众人频频打着招呼 他有一点高昂的嬉笑声不绝于耳 到了进攻之后 不时有人昂着头 向精灵公子的马车妹看来 魏洛不想接受那些异样打亮的目光 早把车帘给拉下了 车帘拉下后 他看不到外面的景色 也不敢看向精灵公子的方向 便侧过头 闭着眼睛 学着他那般养着神 摇摇晃晃中 外面的喧嚣声越来越大 越来越响 透过车帘照射进来的光芒 也是越来越亮 到后来 简直就是宛如白昼 不一会儿 马车停了下来 一个清朗恭敬的声音 从外面传来 公子到了 精灵公子这才睁开眼来 就在他睁开眼睛时 一声尖利的喝叫声打破了夜空 公子精灵到 那声音真是尖利 又响亮之急 一时之间 四周的喧嚣笑闹声消失了 这时 马车车帘已经被掀开 就在光亮透进来的那一瞬 位落像只兔子一样 朝背光的一侧角落里一缩 那动作真是敏捷之急 迅速之至 精灵公子懒洋洋地瞟了他一眼 也没有说什么 便湿湿然地下了马车 他出现的那一刻 上百个声音同时叫道 见过精灵公子 精灵公子温和地朗笑声传来 哈哈哈哈 诸位多礼了 随着他这一开口 喧嚣声再起 众人一边笑呵呵地向他走来 一边鼻子寒暄了几句 位落一直缩在马车的角落里 一动也不动 只过了好一会儿 喧嚣声渐渐地淡了下来 然后 杂乱的脚步声响起 众人的声音越来越远 看来 众臣已经簇拥着精灵公子 向大殿中走去了 这时 位落才小心地来到车帘处 悄悄地朝外瞅了瞅 见着马车附近果然没有几个人在 这才跳下了马车 他如兔子一样溜下马车 抬头看了趟五米开外的精灵公子 开始屁点点地向他靠近 精灵公子身周围了几十个大臣和名弦 位落来他身后十步处 便停下了脚步 开始一步一驱 他老实地低着头 尽量让自己没有丝毫的存在感 事实上 如他这样的打扮的少年 也着实没有存在感 根本不用他刻意 精灵公子来到殿门口时 那尖消的声音再次响起 公子精灵入殿 声音嘹亮 久久还有回音流转 当精灵公子等人都进了大殿之后 位落才低着头 顺着侧殿 慢慢地蹭向精灵公子那一席 这是可荣千人贡献的大殿 高高的穷行顶上 挂着无数的灯笼 每隔十步 便站着一个全身护胸甲的剑客 位落抬头瞅了瞅 不由有点迟疑 精灵公子身为太子 所坐的位置极为显慕 那是面对众贵人的主席 这主席一左一右 共有两个 坐在左边榻上的是一个四十多岁 眼睛下面有着一对大大的金鱼泡的 带着侯官的男子 他应该就是晋侯了 晋侯很瘦 脸色消而黑 唇鼻尖的法令线向下拉得长长的 一副阴沉之相 他的五官与精灵公子有相似之处 可是在晋侯的身上 真是感觉不到半点俊朗 有的只是阴沉和色域过度的黑暗晦涩 精灵公子在众人的簇拥中 湿湿然的来到了主他的右侧 他将晋侯施过礼后 便跪坐而下 这个位置是整个宫殿的最中心的位置 一侯 以太子的侧挤后面 只是远远的靠避站了几个宫地 便再也无他人了 魏洛想了想 身子向靠近主席的角落后缩了缩 然后他紧紧的靠墙站着 手微低 垂手 一副仕谱的模样 坐在右侧榻前 一字排开坐了八九个面目相似的公子 他们是如此的相似 与精灵公子和晋侯都是很像 任何人一看便知道 这便是晋侯的另外几个公子了 魏洛只是一瞟 便收回了视线 这整个大殿中 有数百号贵人在 吵吵嚷嚷的 等各位贵人全部落塌后 魏洛终于松了一口气 因为精灵公子带来的时刻闲适见客们 也全部落塌了 吵 终于找到组织了 魏洛欢喜的松了一口气 他所站的地方虽然是角落 可是所有的宫女侍从 都是从这个角落里进出的 他们一个个端着木盒在他的面前经过时 害得他老是靠向墙壁 实在是不舒服 魏洛敲手敲脚的来到左侧第九排处 轻手轻脚的找了一个空榻 然后坐下 当他坐下时 那些剑客石客闲客 都回头瞟了他一眼 同时面露不屑之色 他们应该是已经知道了 眼前这个小儿便是心晋的三等石客 平昧上之树而性晋的 郡侯打亮了一眼寂寂一堂的贵人 使起了四方清尊 慢慢地站了起来 他把四方清尊朝着众人一晃 操着沙哑疲惫的声音说 敬我公子敬灵 大败秦族 搁得城池六座 养我尽人君威而回 此番燕饮 便是为他接风洗尘 说到这里 他把酒高高地举起 又秀一挡 仰头一饮而尽后说 饮胜 众贵人同时举起几上酒 同时一饮而尽 郡侯把酒尊放下 他浑浊的双眼无神地打亮着众臣 又开口说 今我国为德阳 以便告诸侯 上表周天子 少日 各国使者将前来庆贺 其知 纪下公 楚知 朱子台 都派鸣心前来 天下见者 纷纷进入新田 如此之威 始于公子敬灵 诸位且庆 在尽头沙哑着嗓子说出 诸位且庆后 众贵人齐刷刷地从己站了起来 手持一背旁边的宫女重新买上了酒尊 转向精灵公子 同时朗声地说道 臣党庆公子得扬尽危 整齐的朗唱声在大殿中不断地回荡 精灵公子哈哈一笑 他举起几声的酒 站了起来 朗声地说道 哈哈哈哈 同跳 说吧 他右胸微挡 左手高抬 仰头把尊重酒一饮而尽 待精灵公子喝过这酒后 晋侯笑了笑 他的脸实在是没有光泽 纵使笑着 也给人一种哭搞晦暗的感觉 笑过后 晋侯持起重新满上的酒尊 转向精灵公子说 把尔此赐之功 父侯已以太子之位为赐 然此功甚大 父侯还有赏 晋侯说到这里 精灵公子的眉心跳了跳 魏洛望见他清明的嘴 便知道他的心中一声警惕 不由有点好奇地想 赏 赏什么呀 事实上如为落者般好奇 并不只是他一个人 整个大殿中 本来还在叽叽喳喳 私论不休的众人 同时安静了下来 他们昂起了头 专注地看着主位上那一对父子 晋侯咳嗽一声 沙哑疲惫地笑道 我儿一贯数年 早应该娶妻圣儿了 奈何三年前楚王做主 所许楚侯之女 却在联姻路上 与楚地被匪人所害 月季一死 我儿便蹉跎至今 楚王念我儿 对月季情深一片 刻在向月侯请婚 晋侯的声音并不响 不但不响 而且中气不足 给人游气无力的感觉 不过这大殿中回音甚好 在一片安静中 他所说的每一个字 都清楚地传遍了 每一个角落里 所有人都没有吭声 魏洛昂着头 瞪大滚圆的双眼 一眨不眨地看着 主座上的这对父子 一直以来 刻在他心中的谜 这时终于有了一些解答了 他望着台上精灵公子微笑的 温和的俊脸 一时之间是百感交集 半上都是脑中空空如也 主席上晋侯的声音 还在沙哑无力地响着 这次应该是楚王所嫁之月女 来楚侯最宠爱的嫡公主 身份远归于月姬 公子一定会满意的 随着她的清脆的掌声传出 一个盛装华服 头上珠玉垂满 小脸带上涂满了白粉的少女 在四个势壁的簇拥下 低头走了出来 她那粉红色的裙摆 拖得长长的 裙摆上的珠光闪闪 金光耀眼 竟是镶满了黄金和珍珠宝玉 那月嫡公主 小步地来到精灵公子和晋红的面前 冲着两人盈盈一服后 以一口尾音绵绵地 月嫡渐温声地说 妾身见过君侯 见过太子 魏洛昂着头 性眼睁的老大 一顺不顺地 打亮着这个月嫡公主 盯了一会儿 这个头戴沉重繁琐的 朱玉凤冠 脸上的白粉涂得厚厚的 都看不清本来面目的 月之嫡公主 魏洛转过头 看向了公子精灵 精灵公子脸上的笑容在淡去 他盯着那月国公主 徐徐地问了一句 厨师何在 他的声音并不大 却很沉 在安静的大殿中静静地回荡 坐在右侧首位的一个三十来岁的 做厨师打扮的闲事站了起来 他冲着精灵公子双手一插 笑着 楚王令臣恭贺公子精灵 无勇非凡 精灵公子慢慢地把目光 从月嫡公主身上收回 他目光这么一移 众人便清楚地看到 那嫡公子身子一软 竟然整个人瘫软在地 大失体统 顺时间 后他半步的两个士兵联盟上前一步 把他扶了起来 而厨师和静侯的脸上 都是有点难看 本来安静知己的大殿中 开始响起了嗡嗡的议论声 在众人的角度 自是以为精灵公子只是打亮了月嫡公主一眼 这么一眼 便把这个堂堂公主吓得贪软在地 实意让无勇为傲的识人不齿 这些人中 只有魏洛和少数语精灵走得近的贵人 以及众臣才真切地明白 这个总是笑得很温和 还不识大笑几声的精灵公子 一旦威严起来 却能射人心魂 那等威慑 纵使大丈夫也没有几个人敢销售 何况是一弱智少女 这实在怪不得人家公主胆小 此时此刻 魏洛望着这个应该是姐妹的月嫡公主 心中涌起了一股同情 精灵公子抬起头来 冷冷地盯向厨师 他的目光冰冷而森严 本来还对月公主有所不满的厨师 此时对上了她的目光 当下也激凌凌地打了一个寒颤 精灵公子缓缓地站了起来 本来喧嚣的大殿再次安静下来 所有人都错愕地看着精灵公子 不明白他这样盯着人家厨师干嘛 一片安静中 精灵公子目的头一痒 哈哈地大笑了起来 哈哈哈哈哈哈 他的笑声雄魂响亮 令得这回音效果极好的大殿 不断地把他的笑声传道 他越笑越响 越笑越响 笑着笑着 那笑声嘎然而止 精灵公子收住笑 他深深地盯着厨师 声音一提 立刻道 三年前 我积月姬死于楚地 尸骨无存 如此之事 楚王至今也不曾给精灵一个答案 我真不知 他有何面目在许欢于我 楚使一睁 他圆胖的脸上肉球跳了跳 薄唇颤动 正要回话 目的精灵公子的声音又是一提 再次立声喝道 我尽何等尊贵 我精灵亦是尽之太子 楚王当真目中无近乎 先是令我妻死于其境 先又假惺惺 再十一女来 难不成 我精灵还是他任意差使的臣下 我建议是他处之附属不成 精灵公子的声音嘹亮 沉沉而来 语气激昂 怒意滔滔 诗人血性十足 不畏死者众多 听到他这么一连串的质问 不由也起了义愤填膺 顿时 在座的静人纷纷转眼 向厨使怒视而去 厨使圆胖的脸一抖 几滴汗水顺额流下 不自觉的 他转眼看向静侯 这时的静侯 也不知是被精灵这么一发怒 给吓着了 还是怎么着了 他一动不动地坐在榻上 头低垂涨 目不斜视 也不出声 甚至没有动作 都不知道是不是睡着了 精灵公子对上有点慌乱的厨使 从鼻中重重地一哼 他厌恶地 盯向两个势必勉强地相扶 才能站住的月公主 厉声地说 哼 贵士还请转告楚王 我精灵的妻 已死于他之境内 他若能使得我妻复活 我自是一切好说 否则 当日之辱 精灵要向天下人讨个公道 他说到楚王 眼睛微阴 声音放低 语速也和唤了不少 我精灵堂堂丈夫 顶天立地 索取之第一期 自是敬重非常 真不知楚王怎的想来 三年前弄死我妻 今日他找来一敌公主 也能令我精灵 化去死期之耻不成 曾经之事 周天子还在 楚王虽壮 却也不能无德无行 精灵公子说到这里 长袖一挥高鹤着 来人 诺 将厨师连同月公主 一并赶出间去 诺 朗朗的应诺声刚刚响起 一边装睡的晋猴 马上喝道 且慢 他的声音沙哑无力 不过毕竟是晋猴 当下已经提布的 四个剑师同时住脚 精灵公子和厨师 以及那月嫡公主 同时向他看去 晋猴黑尘无光的脸上 显出一抹潮红 他看向精灵 叹着 哎 巴尔 何必如此 楚王 知你扬威于天下 才向月侯 求来他最心爱的 嫡公主许给你 堂堂楚王 如此待你 你又何必动怒 我儿 雄武为世人所配 为妇人所爱 有何必苦念一死去的月姬 哎 晋猴说到这里 绿顿了顿 想是要顺一口气再说 可是他刚停顿下来 精灵公子的冷笑声便已沉沉的响起 父侯之言 精灵不敢受 果然 打断了他的话之后 精灵公子狼狼的说道 丈夫生于世 自当恩仇快意 我欺死于楚江 此事我精灵终是不服 他说到这里 挥了挥手 皱着眉 敢除事出殿 至于月嫡公主 留之父侯宫中可也 若是父侯有意 不妨立之为机 要想月侯和楚王也不会反对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由南音所播讲的 月姬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